美国威斯康星州国会议员汤姆蒂夫尼近日提出 外国人刑事驱逐法案 简称ACE法案 他表示 法案是针对中共做出的回应 在佩洛西议长访台期间 中共称不再接受海外的罪犯返回中国 佩洛西议长的台湾之行众所周知 中共回应宣布了一系列举措 有九项 称将对佩洛西的台湾之行进行这种报复 其中一项说 我们不再接受来自中国的外国人罪犯 那些罪犯在美国 他们不再接受他们回到中国 根据该项法案 美国将停止向中国人发放签证 也不再接受中国的签证 我们提出的这项法案 即ACE法案 将停止向那些顽固国家的国人发放签证 不只是中国 还有其他国家 那些想把美国当作罪犯放逐之地的国家 根据ACE法案 我们将不再接受他们国家的签证 如果你是一个流氓国家 就像现在的共产主义中国一样 不接受你的罪犯从美国回到你的国家 那么我们将停止从你的国家发放签证 蒂芙尼表示 ACE法案也标志着美国对民主台湾的支持 它希望法案得到国会两党的支持 如果现任政府表现软弱 国会仍有责任继续前行 坚持到底 我进入国会时真的试图加强台湾的力量 这个世界上良好的民主国家 但你继续看到共产主义中国 剑拔弩张 试图威胁台湾 我认为这是美国站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时不我待 美国不能再软弱了 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坚持到底 就像自1979年以来 国会一直在保卫台湾 蒂芙尼认为 有的国家和跨国企业为了金钱和利益向中共妥协 最终将毁了自己 你只要看看美国的企业 你只需要看看耐克 苹果等公司 他们如此迫切地想要中国的这个市场 以至于有时他们会在自己的价值观上 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 这也是一些国家正在做的事情 其中一些国家正陷入困境 比如斯里兰卡 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接受了一些资金 蒂芙尼议员警告 千万不要与中共为伍 我们一直强调 不要与共产主义中国同床共枕 如果他们最终要让你做出让步 就像现在试图对美国做的那样 就因为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 美国需要表现强硬 我们将最终获胜 美国必须要强硬 新唐人电视台华府记者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